从一无所有到行业霸主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大疆公司 作为大疆无人机的缔造者 汪涛从小就特别喜爱无人机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造出自动控制的飞机 这个梦想在他长大后被他带进了香港科技大学 上学期间汪涛废寝忘食 没日没夜地研究无人机悬停技术 苍天不负有心人 06年终于研制成功 汪涛带着这份技术和他的同学分享 两人一拍即合 找了几个合伙人在深圳成立的大疆创新科技公司 大疆的第一个办公室 是汪涛舅舅家杂志设的仓库 大概20平米左右 因为办公环境简陋 面试的人看到转头就走 以为这是个骗人的作坊 以至于他们无法招到特别优秀的人 但是一家志在技术的公司 一定可以招到志同道合的人 最后汪涛找到了一群人 这些人都是放弃现有工作进入大疆的 可是这些人里会技术的就汪涛一个人 其他人都需要汪涛的指导 作为一个初期的创业团队 大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而汪涛喜欢半夜工作 遇到问题会突然打电话给他们 吓得他们一下班就赶紧关机 公司的无人机研制技术进展非常缓慢 试飞时还差点砸到人 让其他公司成员对公司的前景 产生不再看好的念头 接而又空降了一位不懂技术的经历 成为了其他员工的顶头上司 让他们感到不满 还有一点 汪涛承诺给其他成员40%的股份 一降再降 最后只剩5% 种种因素下来 成员相继离开 团队分崩离析 大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公司近乎解散 最艰难的时候 汪涛账上只有2万现金 在人生抉择路口前 是回到学校重新念书 还是继续研制无人机技术 汪涛并没有气馁 继续自己的梦想 咬牙坚持继续研制无人机技术 金子发光总有被发现的时候 当时汪涛大学导师李泽香教授 看到汪涛坚持不懈的精神 并且特别欣赏汪涛的无人机技术理念 所以给汪涛找到科技人才 以及筹集大量的资金 依靠导师支持 大疆无人机成功度过了 最最困难的几年 2008年 他研发的第一款直升机 飞行控制系统 XP3.1面式 到2010年 大疆每月的销售额 能有几十万元 从此大疆进入了快车道 2011年 在印第安纳州 曼西市举办的 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上 汪涛解释了德克萨斯人 柯林奎恩 柯林是个营销奇才 王涛北有计划 在北美成立分公司 于是顺水推舟 请柯林加入北美分公司 担任负责运营的总经理 并给了对方 北美分公司48%的股份 柯林的加入 使得大疆的用户群 打破了航母爱好者的边界 普通大众也开始注意到 大疆的产品 但是让王涛不满意的是 柯林在领英的社交软件上 声称自己是大疆的CEO 希望王涛能给他16%的 大疆母公司的股份 在王涛看来 柯林虽然拓展市场有功 但其本质上 只是一个区域市场的营销负责人 并不是柯林自己内心认为的 大疆除王涛之外的二号人物 王涛决定与柯林散伙 柯林将大疆告知法庭 经过半年官司 柯林与大疆达成体外和解 拿到1000万美金 这个金额完全在王涛的预期之内 于此 事情并没有耽误大疆的研发 2012年 大疆成功研制出世界首款航拍一体机 大疆精灵Fantome 1 在那个航拍 还需要直升机来拍摄的时代 大疆精灵Fantome 1 以极低的价格超高的稳定性 打破了航拍 没有合适无人机使用的尴尬经地 大疆无人机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 深受大众的喜爱 公司业绩 以每年近一倍的增速 物美价龄的价格和品质 不断冲击着欧美无人机民用市场 大疆发展到今天 大疾也就遇到过两次合伙人危机 一个是创业初期 前途上不明朗的时候 一个是大疆大跨步 进军国际市场的时候 这种危机多数企业都会遇到 万幸的是 这些危机并未对大疆伤筋动骨 在处理这些事情中 汪涛也由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年 变成一个熟练操控公司 影响行业的战略家 随着这几年的发展 大疆占据美国无人机市场 高达80%的份额 恨得美帝咬牙切齿 大疆让美帝也体验一番 你恨我 但对我无可奈何的窘境 大疆让我国无人机系统 走上国际舞台 成为中国制造又一张名片 在中国大变革时代 老K希望中国的科技公司 像大疆一样蒸气 不要老惦记着老百姓的那几款白菜 感谢收看本期X情报社 关注我 看更多新奇知识